《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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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售雲繪視頻 男子自稱藝術家 搞的是藝術 對吧 你先不用能說 就新冠的 你怎麼抬著 咱們人 等待就好 地網來等待 北京時間中午12點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進行室 公安派出所除了維護霞區治安之外 打擊犯罪 保護人的生命和財產不受侵犯 也是他們的神聖職責 而前不久呢 順義公安分局 男才派出所的民警 就打掉了一伙 磚偷電動車電瓶的貼賊 犯啥把了 就沒辦法了 前門給我關點鎖子 行嗎 我跟五一把 打那都得 五一把我告你 2023年5月7日一大早 北京市公安局 順義分局 男才派出所的民警 在敦守了一夜之後 將嫌疑人張某 劉某抓獲 面對民警 張某情緒激動 聲稱自己是好人 甚至還威脅民警 可他沒想到 自己夥同劉某盜竊摩托車的違法行為 早已被民警調查得一清二楚 事發地位於南采峽區 鳳伯地鐵站 很多居民都會騎行摩托車等交通工具 來這裡換乘地鐵 為了確定案發時間 民警調取了周邊的多個探頭 四十多小時的監控 最終發現了嫌疑人的身影 戴帽子這就是嫌疑人 像是在東張西望的 全身黑 在旺風 也在觀察有沒有什麼作案的目標 其中有一個犯罪嫌疑人 他有盜竊摩托車的前科 對於怎麼啟動摩托車 他有他自己的手藝 十幾秒的時間 嫌疑人熟練地將摩托車啟動 騎著偷來的摩托車 向暫住地市去 我們大量地調取監控錄像 然後通過摩排 確定了這個犯罪嫌疑人是兩個人 原來嫌疑人並非一人 李某駕駛面包車 載著張某尋找作案目標 將車停到中心現場不遠處坐接應 張某負責下手盜竊 得手後兩人一併離開 張某說自己之前就因為盜竊入獄 出來以後叫著自己的老朋友劉某 給自己把風 兩人合夥作案 目前張某 劉某二人因涉嫌盜竊 已被順義官分局刑事拘留 此案正在進一步工作中 藝術是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意識形態 是給人們帶來美好的思想和情感展示 如果是僅僅為了滿足特別人群 給心理病態者帶來滿足和快感的行為 還能稱為藝術嗎 前不久一名自稱是藝術家的男子 被民警抓獲歸案 趙某58歲 大學文化 自稱藝術家 綽號智魔 禪玉 法老 2021年12月 因涉嫌反製作 複製 出版 販賣 傳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被公安機關抓獲 在趙某的出租屋裡 民警查獲了大量鐵鏈 繩索等作案工具 趙某不承認自己涉嫌犯罪 他認為自己是在搞創作 搞藝術 我搞的是藝術 對吧 你認不認真 什麼說什麼 就心絕帶叫藝術 不是說信孽帶 你得練 你得練 什麼能絕練 林英俄老師寫的 你也練養文化 我不收錢 那會員多少年 我沒有會員 藝術分兩種 藝術叫商業藝術 叫私藏藝術 什麼叫私藏藝術 藝術為什麼沒有 對民主黨哪種 藝術實際上是沒有會見 藝術是沒有錯的 你扭出了已經 你明白了 S、M、M、藝術 你這個骸槓 咱們人 等待就是和你藝術來追拿 所以說人的任何藝術 它不和你的 都什麼來的 它怎麼不是藝術呢 因為它是你已經扭曲了人性 趙某曾是一家電商的老闆 創業失敗後 便開始從事所謂的藝術創作 然後他就是從2019年開始 就開始從事這個SM 就是性虐待的這個行業 就自己就是拍攝 便提供這個場所 供他們這個圈子裡的人來娛樂 然後在外邊這個推特 境外網站就開始傳播 傳播之後就有人找他來買這個視頻 他就覺得這個視頻可能有利可圖 慢慢的就越來越成規模了 吳某某是本案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吳某某找到趙某 兩人一拍集合 決定拍攝淫秽視頻正前 二人成立了工作室 牆上掛著很多繩子 有不同的技法的那個繩子 專門用來綁這個的繩子 然後還有那種鐵架子 鐵籠子 還有那種跟古代監獄一樣的 那種欄杆的那種東西 就是整個這個屋子的布置 都是有點陰森恐怖的感覺 在另一房間內 民警將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王某抓獲 王某30歲 趙某淫秽視頻工作室裡的頭牌 是部分淫秽視頻的女主角 從哪兒過來的 你幹嘛來的 你男朋友是我過來的 來幹嘛的 早上就在這兒吃飯了 然後在這兒 然後呢 那視頻裡怎麼是你啊 我不知道什麼視頻 什麼 這兒幹嘛的地兒 看視頻怎麼這麼堅強呢 王某供述 視頻由趙某推銷 自己一共分到兩萬多塊錢 拍攝視頻是一天一天這種拍攝 可能這個機子24小時都不關機的這種拍攝 經查2019年到2022年12月間 趙某 吳某 王某等三人拍攝剪輯銀秽視頻144個 建群發布銀秽視頻照片 收取會員費牟利 經審理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認定 被告人趙某 吳某某 犯製作 販賣傳播銀秽物品罪 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和一年 王某犯製作銀秽物品牟利罪 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緩刑一年 個人愛好絕不是違法犯罪的一個理由 都不能因為自己的一些愛好 或者是對法律的認知的缺憾 然後進入到違法犯罪的這個行列 接下來我們來關注交通安全 車輛一帶超原超載 就會因為輪胎負荷過重 變形 引發暴胎 自動失靈 轉向失控的問題 而前不久呢 大型警方對車輛超載問題 進行了集中派查 2023年5月23日以來 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交通支隊 針對重點時段 重點路段 開展超原載客 或車違法載人專項治理行動 像這樣嚴重超原的車輛呢 在道路上行駛 急易造成車身不穩定 會增加置中距離 2023年5月28日下午6點左右 交通支隊青雲店中隊的交警 在南六環附近攔下了一輛銀灰色的面包車 你是車裡幾個人 這輛金杯車是開往附近工地的 車上拉著去幹活的工人 但是原本核定人數為9人的金杯車內 蹲著 躺著 擠滿了人 13 14 15 16 副駕駛啊 還有一個 還有你司機 算上司機 這輛金杯車裡 一共擠進去了18個人 給道路安全帶來了嚴重隱患 根據中華人力國國道路交到那裡 幫我200元計12分 別口 別口 清了別口 拉這麼多人的時候 你自己為什麼不考慮 我這知道錯了 那這不還不行嗎 我知道你們也是為我們好 當場 交警隊司機趙某 處以200元的罰款 駕駛證計12分的處罰 並對其他乘車人進行了批評教育 下一步 大興交通支隊 將開展農村地區 突出交通違法專項整治行動 針對客車超員 貨車超載 酒駕醉駕 疲勞駕駛等違法行為 在重點時段和重點路段 加大巡邏檢查力度 提升執法效能 因為客車超員 很多車毀人亡的案例 還歷歷在目 切勿僥倖超載 大貨車呢 因為其龐大的車型和重量 一旦遇有緊急情況 很難控制車身 那如果是帶有隱患上路的話 危險係數將會更大 前不久呢 通州交通支隊 陸河大隊的民警 對重型貨車展開了排查 您那車 我看你底下 反光條什麼也都沒有啊 您這兒是有一塊 您這兒一塊 您都讓您這個東西 都被擋住了 是吧 尤其是夜間行車 大貨車反光條很重要 您過來看看 你那邊這燈 燈也不亮了 對對 在上面看不見還真是 您說得虧這兒路燈夠亮 是是是 就是小黑袋 那輛反光條也沒有 那燈也不亮 急造成注意事故 水泥灌車 車型龐大 作為提醒其他車輛注意的 反光條和車燈 不是沒有就是壞了 可想而知 如此龐然大物上路 潛在的安全隱患該有多大 違反禁令標誌指示 罰款171分 載國汽車外案規定 黏貼車身反標誌 罰款200不計分 駕駛安全設施不全的 機動車上道路行指 罰款200不計分 總共和平等於處罰款500幾1分 查出了幾輛水泥灌車 他們的這個車體比較大 忙區比較多 咱們這個位置正臨近居民區 人流比較大 貨車的駕駛員 一定要經常檢查自己的車輛 所有的安全設施 是否補合標準 很快 一輛頭頂大包回收物品的貨車 開到了民警面前 怎麼這麼拉呀 你看您的長寬高均超過 您的這個規定的長寬高了 您這個拉那麼高綁著結實嗎 您在道路上行駛過程中 您要砸到旁邊的費用車行人怎麼辦 那對人其他交通參與者 那就是人身傷害 行 下次注意 機動車載貨長度寬度高度 超過規定的 對您處於二百元罰款 及一份的主罰 這邊剛處罰完頂大包的貨車 那邊又來了兩輛 拉滿鋼筋的貨車 您的鋼筋怎麼那麼拉呀 您得我給您形容四個字 勤磨亂磨 關鍵這都鐵的呀 這些人後來 有那小車給您追尾了 有哪個摩托車說給您追尾了 這傢伙就直接扎在車裡的了 你以為晚上車 這多危險啊 走一個雞飛紅了道路 旁邊到窄點兒 您得給旁邊電動車行人 現在這東西廣了可清不了 駕駛機動車違反禁令標誌是 罰款一百即一分 第二個 機動車載貨長度超過規定的 是罰款一百即一分 對呀 第三個機動車載貨寬度 超過規定的 也是罰款一百即一分 河北隊您處罰 罰款三百即三分 您比他還過分 您找那拉的比他還多 您看看您邊上 震出來的更多 我剛剛跟他說的 您也聽見了是吧 我晚上真少了 但是都都都不在了 您看晚上了 以為沒有民營了 不是不是不是 您少了活 都不都寬點了 安全是您的事 是是 國並處罰三百即三分 這樣的駕駛員 第一是法律意識淡膜 第二是對其他的交通通用者 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提制廣大駕駛員 一定要增強道路交通法律意識 在道路上要安全駕駛 安全第一 當晚民警在通州區 路陽橋西路共查處 存在違法行為的貨車8輛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 或者法律問題需要咨詢 您可以撥打欄目熱線電話 68429230 或者直接撥打96168 給我們留言 我們將在24小時之內 與您聯繫 您現在要前往醫院是嗎 現在我們是在往孫營業醫院去 好嘞好嘞我這邊已經派警了啊 您好我現在車上有一個運作 然後養水錯了我 你現在在哪呢 我現在在燕郊的102國道上 馬上上通驗高速 需要交警待路是嗎 對對對 多少周了 馬上39 然後就走通驗高速是吧 對對 我們這已經通知民警開展工作了 您稍後啊 在此警方也提示大家遇到類似緊急情況 大家首先要保持冷靜 遇到堵車等情況可以使用應機車道 如果有違章產生 後續可以向交管部門進行申訴 需要幫助時也可以向您附近的民警交警說明情況 或直接撥打110進行求助 下面進入由北京京雲律師事務所贊助播出的法制熱搜板塊 有訴訟找京雲 京雲房地產專業律師事務所 專業處理商品房糾紛 二手房糾紛 婚姻計程等家事房產糾紛 諮詢電話0106518-1102 近日避解打記者事件引發了網友的關注 5月30號集目新聞一名記者 在貴州省碧杰市至今縣採訪的時候遭到了毆打 根據了解這名記者此行採訪的目的是 追蹤報道水電站放水至兩名教室逆亡一事 而採訪的過程當中 記者遭遇了一輛面包車攔路 雙方扭打造成該名記者面部等多處軟阻著磋傷 致使手機眼鏡等物品損壞 而根據最新的報道 三名打人男子為當地派出所一名副所長和兩名輔警 目前三人被拘 副所長和鎮長被提名免職 我們說記者作為新聞工作者 有權採訪報道社會真實現狀 警察作為社會公正的代表 應該保護人民的合法權益 兩者應該是合作而不該是對立 更不應該濫用職權知法犯法 近幾天北京接連發生了兩起地鐵內充電堡爆燃事件 5月29號下午北京地鐵7號線雙井站13車廂內 一名女子攜帶的充電堡突然發生了爆燃 一度引起了部分乘客的驚恐 而幸運的是地鐵站工作人員即使採取了滅火措施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根據現有的規障制度 北京乘坐地鐵是可以攜帶充電堡進站的 不過為了自身以及他人的安全 在這建議大家選購國家3C認證的充電網 而使用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溫高壓和過度充電 近日有網友進入網絡直播間 發現正在帶貨的竟然是楊密 迪利 熱巴等女明星 而仔細觀察之後才發現這些帶貨的明星 只不過是使用了AI實施換臉技術的素人主播 根據瞭解這種AI實施換臉模型在網上售價也不貴 大概為3.5萬元 那花幾萬塊錢就能以假亂真山寨一個明星來帶貨 看似是撿了大便宜 不過未經明星同意使用其肖像直播帶貨 是否涉嫌侵權呢 我們來有請伍絮然律師進行點評 像AI換臉等技術並不屬於法外空間 我國今年1月10日實行的 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 明確規定是用AI換臉服務 要依法告知被編輯的個人 並要取得對方單獨同意 同時對於人臉替換等可能導致公眾混淆或者誤認的 應當在合理的位置區域進行顯著標示 向公眾進行提示 在本事件中呢 如果主播未經明星同意 擅自換臉帶貨 則侵犯了明星的肖像權 明星可以要求主播承擔 停止損害 消除影響 賠禮道歉 以及賠償損失的侵權責任 另外呢 如果主播使用了明星姓名 進行宣傳產品 或者在帶貨時有醜化明星形象 導致其社會評價降低的行為 還涉嫌侵害明星的姓名權和名譽權 就讀上海某雙一流高校的大四應屆生高同學 最近爆料說 此前呢 已經簽署了三方就業協議的企業 把他給辞退了 那導致自己呢 面臨畢業找工作難 和租房押金拿不回來的雙重壓力 高同學向對方提出要求支付違約金 卻遭到了拒絕 對方公司稱呢 只是解除了協議 並不構成毀運 那對此呢 我們要說的是 三方協議不是勞動合同 優人單位和應屆生簽署的三方協議之後呢 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之下 單方解約的違背了誠實性原則 應當進行賠償 當然呢 應騙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這還是建議大家 不要輕信對方的口頭承諾 一定要存留證據 方便日後及時維權 張女士和丈夫結婚之後呢 育有一個女兒 可是好景不長 丈夫前些年出了車禍成為了職務人 張女士作為配偶就成了丈夫的監護人 隨後呢把自己和丈夫名下的一套房產贈予給了女兒 並且辦理了過戶手續 那十天之後呢 丈夫不幸離世了 公公婆婆卻將張女士和孫女兒告上了法庭 要求法院確認房產奏與無效 那麼張女士奏與房子的行為是有效的嗎 父母與子女之間不只有血緣關係 還有緊密的情感基礎和交織的財產利益 審查他們之間的財產處置行為時 不能僅僅以登記或者戰友來衡量是否侵犯任何一方的利益 公婆呢因為兒媳擅自將房子過戶給孫女 就認定損害了兒子的利益 實際上啊房子過戶幾天後兒子就不幸離世 兒子的治療費用和生活費用並沒有因為正房而受到影響 也沒有證據證明兒子在之前對正房持否定意見 兒媳正法並不違反法律規定 另外呢繼承從被繼承人死亡時開始 兒媳正房發生在兒子尚在世時 不存在損害公婆繼承權的問題 而且啊父母將房產贈予子女並不違背常理 公婆無法提供證據認定兒媳和孫女存在惡意串通 所以啊中上述觀點 公婆的主張並不會被法院支持 張女士贈房的行為有效 好 繼續我們的節目 一年前2022年的3月份 在北京市石井山區五名詐騙團夥成員 因免費發放蔬菜組織采摘等小恩小惠 招攬老年人參加聚會 並安排專人負責向老年人高價兜售 假冒偽劣保健藥品 而近期呢法院對該團夥做出了一審宣判 2023年5月26日 在北京市石井山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庭裡 五名被告人因涉嫌詐騙罪被檢查機關提起公訴 劉某口中推銷的產品 是一個個黃色外包裝的小瓶 別看毫不起眼 可這樣一小瓶 買出的價格將近兩千元 買其一個療程的話 需要上萬元 她怎麼跟你說的 她通過那個老太太就是說能去高血壓 我說我有點前列腺 她的那個老太太前列腺 一次去拔肋管用 好多病都能吃 家住石井山的李大爺 在今年三月份接到了劉某的同事郭某打來的電話 電話中郭某自稱是居委會的工作人員 說是社區活動發福利 可以免費領取蔬菜 以免費送蔬菜免費去旅遊等名義 首先是邀請一些老人到飯店裡面去吃飯 那麼在這吃飯過程中 就會有一個他們安排的拖 來介紹自己之前得了很嚴重的病 因為吃了某種藥 所以療效特別好等於恢復如初了 81歲的李大爺患有高血壓 糖尿病 聽到竟有如此神奇的藥 立刻來了精神 你買這個藥 就是說花了個整兩萬 兩萬三千萬 兩萬三千萬 回到家後 李大爺仔細看了看神藥的介紹 發現裡面存在不小的問題 這個藥上面有出廠地址藥的電話 但它沒有藥品皮的號 是藥之類的 它都沒有 它根本就送上藥 它屬於保健皮類的 賣張某匯癌 感覺自己被騙 李大爺聯繫了郭某要求退款 郭某立刻就答應了 但是要一個月後 廠家才能退錢 12天給他打電話 他說下月15號 趕快可以退 過了一個月 現在到了15號 他不接電話了 據了解 受騙的還不止李大爺一人 而這些被張某他們 誇上天的所謂神藥 既不是藥品 也不是合格的保健品 2022年7月15日 在摸清了這個詐騙團夥的活動規律後 石井山警方對其展開抓捕行動 當天 民警供抓獲犯罪嫌疑人4名 隨後 團夥中另一名成員也被警方抓獲歸案 據詹某供述 他們以免費領取蔬菜為耳 又使老人參與活動 再由銷售員推銷產品賣給老人 而這些產品一盒的競價 實際上只要200元 卻被他們以10倍的價格賣到老人手中 郭某正是整個詐騙案件的發起人和組織者 系團夥主犯 2022年3月 他找到張某 讓他召集人員 一起來給老年人銷售神藥牟利 同時叫來自己的妻子管賬 甚至偶爾還讓他客串一下廠商 來忽悠老人 好多東西就是過去指揮我去做的 讓我幫他接過電話 你給什麼身份接電話 我覺得我是一個代理商的身份 我的身份就是利於銷售 經一發審查查明 2020年3月至7月間 被告人在北京市市里山區 以免費發出菜等為由多次招攬老年人聚會 其間向老年人虛構事實 謊稱逆0995為單 系能治療多種疾病的藥品 通過冒充身份分工配合等方式 騙取老年人信任 向多名被害人出售該產品 騙取被害人購藥款 共計人民幣19萬元 後先後退還3萬元 經鑑定 涉案的逆0995為單 未取得國家藥品和保健品批准文號 同時在本案的審理階段 五名被告人已退陪了被害人的 全部經濟損失 我現在就是發得肺腑的想對叔叔阿姨們說聲對不起 我覺得這事做得太缺德了 我在卡拉圖每天我都在懺悔自責 今天我看到我父親也來了 我覺得我愧對我父親 還希望受害人能原諒我們犯下的錯誤 同時呢也恳請法院能給予我們寬大的處理 你們也有父母也有長輩你們子弟也會變狼 可你們呢卻利用老年人年齡較大 他們的判斷能力下降他們的防備心下降這樣的一弱點 來實施你的犯罪行為 所有被害人都是在66歲以上 最大的一個老年人已經達到了91歲 希望你們能夠切實的吸取教學 今後呢採用合理合法正當的這種方式去掙錢 去做一個扯犯的動員 法院認為五名被告人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採用虛構事實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 且數額巨大 其行為均已構成詐騙罪依法應予懲處 法院當庭作出判決 一 被告人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並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 二 被告人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緩刑三年 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三 被告人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 並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 四 被告人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並處罰金人民幣兩萬元 五 被告人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並處罰金人民幣兩萬元 下面进入有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 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 有纠纷找冠领 冠领律师专业负责 守望法治值得信赖 咨询电话4008789888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最近我想出售一批商品 对方老板虽然17岁 但是已经开店一年多 于是我便同意了这笔交易 对方收到货之后 给我打了一张欠条 可是索要货款时 对方确称自己未成年 写下的欠条没有效率 我想知道一下 这条欠条是否有效 当然有效 不满18周岁 也可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如果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既能够以自己的劳动 获得较为固定的收入 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 应当视其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而本案中 宇章先生交易的老板 虽然未满18周岁 但是已经年满16周岁 并且开店一年 证明 其完全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应当将其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因此 他所写下的欠条 完全具备法律效力 他应当对自己的民事行为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注张先生 雇佣邻居家的阿姨 照顾年迈的母亲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阿姨因为打扫卫生 不小心把他偶然放在阳台的物品 给碰掉了 砸伤了路人 他想咨询一下 对路人的赔偿责任 是由阿姨承担 还是由自己家来承担呢 我们来听听周旭亮律师的解答 由张先生家承担 具体来说 第一 张先生与邻居阿姨之间 构成个人劳务关系 而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 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对于路人的赔偿责任 是由本案中 接受劳务关系一方 也就是张先生家承担 第二 民法典还规定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提供劳务一方追偿 如果邻居阿姨存在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 张先生可以在承担赔偿责任后 向该邻居阿姨追偿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新闻线索 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 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 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